各位師兄好,又是我Kenny 跟大家研究殺科日的第三場賽事 這場是四班千四的 如果未訂閱我的朋友,希望可以按一下訂閱的鈴鐺 按一下旁邊的鈴鐺 廢話不說,先講這場馬 先跟大家講一下神操 第一,一號的獸神,保持操練 快利,腐煉有摸過,保持操練 珍珠鳳凰,保持操練 珍珠鳳凰,保持操練 繽紛晉企 曾經試過 大家看看 筋腱痛,發炎 游過水來,何宰耀有摸過,保持功夫 少傲成功,史卓峰和楊明倫都有摸過 史卓峰騎了快利 春風得意,蘇迪雄潘頓都有摸過 潘頓親自去摸 公司都是積極的 自由奔放 從松化不用考襲 自己去試襲 功夫很積極的 同歡樂,保持功夫 三元蜜路 游過水來,保持功夫 好醒神 戴眼罩去試襲 都是積極的 考襲的 安定繁城 李寶利不用考襲 自己去試襲 功夫積極的 電訊火箭 功夫是王浩南 積極的 王浩南沒有騎 用潘明暉 另外 王家魅力 保持功夫 其實這場賽事 你一眼看下去 我自己覺得有機會買很多 例如 未見底的 1號 3號 4號 5號 7號 9號 12號 13號 這場賽事 是有競爭力的 這場賽事 選馬 是複雜的 那 都市神話 上次 陳家希騎 今天由陳家希 沒有馬騎 換過杜美爾 有些心思 放進去 這隻後上馬 另外 珍珠鳳王 上次去 發活谷 跑過第四 收小位置 上次莫雷拉 今天換來 敬角 這場莫雷拉 沒有馬騎 不知苗里德 那天 兩隻馬都是這樣 莫雷拉騎員 都不給莫雷拉 好像不滿意 三元 密路 無險東 今天不騎 沒關係 安定繁勝 又是陳家希 上次騎 上次有意外 被人撞到 失了平衡 回來 沒有段好看 今天又 陳家希 沒有馬騎 又放過李寶利 李寶利騎過這隻馬 跑第四 那 為什麼我覺得這場馬難選呢 有幾隻馬 我上次都有中的 變了 就 自己有些情意結 好像電訊火箭 都有推介給大家 同歡樂 跑第五 被人撞到 四連環就斷了 如果跑第四 就好分 春風得意 上次我又中 珍珠鳳凰 變了這場馬 我個人方面 有太多馬 我自己覺得 跟開的馬 變了難選馬 如果結合我操練 有些電訊火箭 我會比較有信心 春風得意 今天用到強配 但是 慢上來 看缺統是對的 但是始終是慢上來 珍珠鳳凰 我一向都跟這隻馬 但是他今天撿的十三檔 又是要迫縮的 這隻馬 大家都看到 縮得很厲害 一撿十三檔 一撿十三檔 他就 放在前一點 他回來又沒有什麼 都是難跑一點 我自己今天 就想搏一下懶滿 看看可不可以 以小搏大 我就喜歡獸神多些 獸神這隻馬 如果大家喜歡 就看一場 其實沒有千四根據 是輸得回來 沒有段 很醜 很醜 但我就是想看回 千二那一場 其實我都很少選一些 月程的馬 但是我覺得這場馬 大家可以看看 這隻獸神 同場的 對手有金槍六十 牛角仔 紅心 小耀榮光 這四隻都很硬 電訊錶馬 都不錯的馬 後面轉到黃金牌 都跑得很近 就變成這場 壽神 那天用陳家希 可以看看他怎麼跑 這隻粉紅衣服 一開閘就已經在尾 即是最外檔的 那隻 你看到他不斷 要比一比 好像跟不上 好像嚴露短 尾三牛角仔 尾以紅心卿 暫時包尾 即是現在是陳家希 這個 還要沿途走外碟 第三位 外面 平海歡聲 中間大面孤 第四位 美麗約動內蘭 即是比完 現在就開始 咬到報復上來 現在還要伏出去 尾三內蘭 紅毛 閃耳榮 尾以粉紅衣 尾以粉紅衣 有三四碟 紅心卿到他後面 他這裏 騎上去都騎得不太實 撞來撞去 有牛角仔 外面 他這裏已經撞得很好 我覺得跑得很好 沿途的愛當 輸給牛角仔 金槍六十 沒得說 他這裏都是有劈子機會 但遇上兩隻 比較後勁的馬 外面 外面兜了路 回來就蝕了 第三名 有這隻 紅心卿 這裏看了一場 有閃耀榮 有分薑 這場 不要看 這場 我覺得這場 這個獸神 上次那場泥地 又是沿途走外疊 上次那場泥地 1650 1200 沿途又是跟不上報復 沿途又是走外疊 何宅堯 那天 輸七個馬位 回來 輸七個馬位 真先生那天 都贏兩三個馬位 真先生那天 都贏兩個馬位 其實跟公正福將那些 差不多四個馬位 三個 五個馬位 輸多五個馬位 但是今天這隻仇神 下班 下班 由一個短一點的路程 回到1400 其實功夫 只是保持功夫 但是背重磅 又外蕩 我也是怕他有些外蕩 但也沒有辦法 我喜歡他 希望試一下他 看看有沒有分頭 看看他 走來1400 是否可以 我這場是薄冷門 我要1號的仇神 然後 12號的電訊火箭 上次輸給帝聖之 快馬 飛馳 那三隻都很硬 他剛剛除了眼罩 我記得他那天是除了眼罩 一上千四那天就除了眼罩 輸給那三隻都是硬 既然今天功夫也是有 在這裏 那 同場的 他都有些聚神 都市神話 和寬樂 都在這裏 那我就愛這隻電訊火箭 接著 春風得意 也要要 找到潘頓 但是如果 我又覺得他真的會很熱 但是不要他又好像咬頸 他也是後追匹 上次衝去大外檔 追上來 幫我中一條四連環 那 就愛他了 那 拖多一隻 拖多一隻 我要多一隻 我要多一隻 我自己追的同寬樂 我就不相信他 沙田不行 上次那一場 已經跑到第五 轉去阿芳 第一場 撿過外檔 十三檔 混遊太空 回來 輸四個馬位 上一場 我就博他懶滿 撿過好檔 又跟前一點 我真的不覺得他這隻馬 沙田會不行 去沙田之前都可以 如果明天應該是有賠率 那我愛他 這場我會拿一隻沒有路程 根據的馬做膽 一號的壽神 博他用過三班級數 在一個盲滿路程 看看他會不會出 以小博大策略 因為你太多 這麼多機會馬在這裏 你都很難咬死 說哪隻可以不可以 不分盡棋 其實不分盡棋 但他腳又發過嫌 你又不知道 不可以咬死他 但你買他又沒有信心 隨時一鏟進來 你又是沒有的 不如博一些冷碗 一號膽壽神 做膽拖 第一隻拖回電信火箭 電信火箭 上次除了眼罩四十幾倍 我都捉到他 今天都買回他 今天撿回個好檔 仍然功夫有做 所以要他 第二隻 我就要信一信潘頓 何良用得潘頓 我想都不是講玩的 雖然他要月程過來 但以他上次的追劑是OK的 另外我一隻 我不信沙田不行的馬 前一次他跑得很失望 十幾檔 完全雲有太空 上次駁回第五回來 都是有點失望的 但今天就用田泰安 上次是田泰安 希望田泰安再騎一次 做出好戲給大家 讓我看看 這場 為什麼我會這樣選馬呢 因為獸神兩場 一場千四 一場泥地 都要批他外檔 批他外檔 你跑千二 批他外檔 其實他跑了差不多千 我看起碼一千三百米 現在千四是差過一百米 你見到他 其實都折了出來 那場我都覺得他跑得很好 是被那些牛角仔 金槍六實 那些很好後勁的馬 彈掉了他 後來被紅心傾和閃耀榮光過去 如果不是很後勁的馬 都未必能過得到他的 遇到那些都是屬於精英 那我就在這裏搏一下 真是搏一下懶悶 希望他今天撿的十檔 就不用像千二那樣 浪費那麼多力 寧願他在外面 但是就不用像要對著 來跟著的步速 千四攤長一點 可以咬著的步速多一點 那這一場我自己覺得 譬如有安定繁勝 王家魅力 那些馬都是比較快的 那些奔分盡棋那些 都是比較快的 那變了就 希望前面有些步速 看看這隻仇神有沒有得衝 對 那 春風吉兒也是衝的 電訊火箭也是衝的 那三隻衝的 希望這隻和寬樂均速一點 看看他今天 會不會說 不會像上次第一次 轉去那裏千四那天 撿過十三檔 沿途根本沒有一段好看的回來 那今次撿過五檔 希望他好像以前那樣 把軍炸進去 看看他會不會 希望他會一直 這場我的提供就一號 膽拖 十三號的變信火箭 七號的春風得宜 以及九號的同歡樂 就是我的提供 那最緊要希望各位師兄 那天 都可以賞多點買 找新訂購 好多謝 拜拜 拜拜